我这辆是全北京市第一辆的红色车达机器 性价比高 感觉它简单比较硬吧 冬天暖风空调的提升 时间让稍微会长一些 后排空间呢 只能做个小朋友吧 大概零下十七八度的天气 能跑到 公里左右吧 没有跑车那个钱 他能帮我圆梦吧 真的假的 哪个我能骗你吗 我能去他吗 什么你能去他 我也得去啊 快走啊 大家好 我叫牛仲熙 来自北京通州 我的职业是服务行业 我的爱好是旅游吧 大家都在更换新能源 政府不是也在大力推广新能源吗 我觉得新能源就是智能一些吧 算是更有科技感一些 之前开的油车 油价也一直在上升 最终就是把油车卖掉了 选择了一台新能源汽车 我当时预算就是别超三十 看的是Model 3和Model Y 为什么没买呢 因为我想等新款 结果他一直没出 然后我油车又卖了有几个月了 突然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他了 我决定去店里边试驾一下 结果我试驾完了 性价比还有这个操控性 我都觉得还可以挺满意的 然后我就选择了这辆哪吒汽车 当时买车没有优惠 我这辆车主要用车的场景是上下班代步 周末自驾游 日均行驶大概80公里左右吧 平均五天充一次电 夏天的时候从30%到80%需要半个小时 冬天的话时间会久一些 因为它需要电池加热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吧 我这辆车充满电的状态是560公里 夏天能跑到380-90公里吧 前一日的北京很冷 大概零下178度的天气 能跑到230公里到250公里左右吧 平均电耗大概在17左右吧 保养是1万公里一次 经历过一次保养免费的 我这辆车是它上市之后 北京市第一辆红色的 好处是性价比高 有一个跑车梦 但是没有跑车那个钱 它能帮我圆梦吧 还有一点就是车机做的也比较好 还有我觉得这车操控性特别好 坐姿方面也挺舒服的 动力方面完全够实 我希望这辆车能继续提升的点 感觉它简单比较硬吧 然后冬天暖风空调的提升 时间上稍微会长一些 后排空间呢只能做个小朋友吧 成年人做时间长了 我觉得头有点抬不起来 就这几点吧 我推荐给经常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小情侣 家用车肯定是不符合的 满分一百分 我能给到它85分吧 不满意的点呢 就是它这个减震还需要改进一下 咱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